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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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有人曾經答應過你一些事情 但是做不到的 意識到令到你很失望 你要乖啊 如果你聽話的話 我就買這隻大的啤啤熊給你 買一隻烏烏狗給我 我答應我一定會照顧牠的 我還會幫牠洗白白帶牠出去 相信我 我對你的愛是海膚石爛 此字不如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承諾 但是很多時候 人對人的承諾 未必一定能夠兌現 以至到有時候我們對人 甚至對神的信心都失去了 但是當我們看 在加拉太書第三章的時候 保羅特別地說到人和人之間所打的合同 都不能夠立戀地去廢墟或者加添 何況神對人的應許呢 加拉太書第三章 保羅嘗試去解釋 恩信清義這個真理 保羅就從很多不同的層面 向加拉太的教會的弟兄姊妹去陳明 他說從你們的經歷來看 你們是受了聖靈的 並且經歷到神那個的異能 是因為你的律法嗎 還是因為你們信福音呢 如果因為是信福音的時候 你們既然已經是靠聖靈來入門 為什麼在誠聖的過程當中 你們要靠肉體 要靠行律法呢 難道以往你們因為信福音所受的苦楚 是圖然的嗎?是白白的嗎? 接著保羅就引用了阿伯拉罕的例子 他說你知不知道阿伯拉罕因為信神 這個就稱為他的義 而且聖經也說到 萬國都會因為他而得福 這個萬國就是指外邦人 既然阿伯拉罕是因為信而清義的話 這些外邦人也同樣的 好像阿伯拉罕一樣 恩信而無福 其實你們所說的律法 只不過是帶給人咒作的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行律法而清義 所以聖經說 二人必恩信得生 雖然律法會帶給人咒作 但是很奇妙的 耶穌基督就代替了我們被掛在木頭上面 成為了這個的咒作 以致到我們相信他的人 能夠領受聖靈 能夠無福 然後保羅就說 你知不知道人的文藥即是合同 亦都不可以 立暖地被廢墟或添加 你想想 神對阿伯拉罕的應許 怎會因為在四百三十年之後 所頒布的律法而被廢墟呢 其實律法只不過是一個啟蒙的老師 他讓我們能夠明白到人原來是有限的 人是不能夠靠著律法來清義的 繼而幫助我們 引進去恩信清義這個真理 其實我們看到 保羅在整個加拉太書第三章的論點 就是神對阿伯拉罕的應許是實在的 阿伯拉罕是恩信清義 他能夠蒙福 他讓萬國都得福 以致到萬國都同樣因為信 而能夠蒙受神要給阿伯拉罕這個福分 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神的應許是實在的 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當中 會不會對神的話語有所懷疑 讓我們去抓緊神對我們的應許 例如神說 祂叫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神說祂的恩典是救我們用的 因為祂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面顯得完全 神又說我們應該將一切的憂慮 射給祂 因為祂顧念我們 神又說你們應該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的藉著 討告祈求和感謝 將我們所有的告訴神 神一定會賜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當我們面對生命當中種種的衝擊問題的時候 什麼能夠幫助我們能夠站立得穩呢 豈不是要靠著神不會改變的這些應許嗎 神所說的話句句都是實在的 就讓我們憑著信心 找緊神的話語 去面對我們生命當中 前面要面對的挑戰和衝擊 神經病